道路一片迷茫 今非昔比乌克兰空军将何去何从 无著名学家给出的答案是 靠拢中国 敬请关注本节目 了解详情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1号报道称 乌克兰武装力量空军军事委员会 批准了一项名为 乌克兰空军2035年发展前景的规划提案 这份提案将让乌克兰空军 装备大约100多架现代多用途战斗机 先进无人机 新型运输机 与重新利用后的救战机 这份规划可以说是十分的雄心勃勃 用15年的时间打造一支全新的空军 但考虑到目前 已经陷入困境的乌克兰空军 当前的战斗状况和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一规划真的现实吗 据了解 这份规划文件主要涉及战术战机的更新换代 因为乌克兰目前绝大多数的服役战机 仍然制造于苏联时期 哪怕是运行良好的战机 也早就应该退役了 为此乌克兰政府计划赤资创纪录的75亿美元 更新空军装备 这一数字是乌克兰2020年国防总预算的一倍 提案中还特别强调了一点 那就是乌克兰所采购的战斗机 必须是多用途的 能够代替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 2035年前 乌克兰空军将完成彻底改革 并过渡到新设备 拥有四个战术航空旅 四个侦查和攻击无人集团 一个运输和特种航空旅 一个训练航空旅 对于一个长期负债累累的国家来说 所有的这一切 让西方装备完全过渡 这意味着乌克兰将靠拢西方加入欧盟 然而身为一个欧洲国家 乌克兰却没有太大的希望加入欧盟 虽然欧盟并未直接拒绝乌克兰加入 但是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 态度非常暧昧 既不直言拒绝 也没有明确同意 欧盟的这种行为 可以说是有点欲据怀迎的意思了 虽然态度模糊 让人非常难受 但是原因其实也不难猜 虽然欧盟不想让乌克兰加入 但是也更不想乌克兰 能够和俄罗斯重归于好 于是只能这样 不置可否 用模糊的态度调着乌克兰 这也让翻新乌克兰空军的道路 变得一片迷茫 乌克兰空军究竟该何去何从 对此 乌克兰著名经济学家 伊克尔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当前的乌克兰应该改变方向 不要再去一味地去贴合靠拢西方 令人意外的是 他认为要将目光转向东方 做出更加有利的选择 中国 向中国靠拢才是乌克兰明智的选择